拉宝拉 播放录音文件TB0224 警告 该文件无法验证来源 未经验证的文件可能存在风险 确定要播放吗 没关系 马上播放 我的这份冲动 贪欲 全部都是父亲编制的程序 我从来都不是父亲的孩子 对吧 你不也很清楚 无论你说什么 我只能选择相信 已同意 播放文件 发生紧急呼叫 发生紧急呼叫 中断播放录音 有未确认的呼叫 要现在查看吗 呼叫 是父亲呼我吧 有什么事呢 他应该还没发现我入侵通讯的事 就算他知道 也不会太在意 你也听到了吧 拉宝拉 我弟弟说的话 他说 无论父亲说什么 他只能选择相信 估计大家都一样 毕竟父亲是垂吊者集团的核心 即使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 也只是个称呼而已 说什么家人 有机会的话 也许最先就想除掉对方 我也不例外 可是 有一点无法否认 我不在乎那孩子不把我当姐姐 反正对我来说 家人不过是输入的一个概念 我不在乎那孩子不把我当姐姐 反正对我来说 家人不过是输入的一个概念 尽管如此 拉宝拉 我并不希望他就那么毁灭 尽管如此 拉宝拉 我并不希望他就那么毁灭 这是未输入的指令 请再说一遍 哎呀 你瞧我 对这一台传送装置唠叨什么呢 因为之前在旅馆遇到了一些旧机器人 就养成了坏习惯吗 因为之前在旅馆遇到一些旧机器人 就养成了坏习惯吗 说真的 不管什么样的机器人 确实比拉下要跟我聊得来 说真的 不管什么样的机器人 确实比拉下要跟我聊得来 哼 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说他 嗯 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说他 你一个人在嘟闹什么 没听到父亲在找你吗 他把你叫到这里 是让你窝在角落里 自娱自乐的吗 父亲找到了有用的东西 说要亲自到奥地乌母来 他要亲自过来 时机掐得真好 哦 他要亲自过来 时机掐得真好 这下正好 达尔默尔的使徒眼看就快大驾光临 要是父亲也在 人偶们封锁的门也很快就能打开 知道的话就别磨擦 跟我来 别让父亲等久了 居然是对抗这容器 我还以为早已不存在了 战争很久以前就结束了 我听说最后一批容器也被研究者们处理掉了 你不知道 是为铲除世间剩下的最后一个神的战争 没错 战争一结束 研究者们就顺应世界的意志消失了 为了洗刷他们在实验室里犯下的累累罪过 临走时 研究者们把监视者和巡逻者留在了奥迪乌姆 他们相当于是最后一道堡垒 防止留在此地的技术扰乱世界 一天监视者倒下了 接着出现了一群陌生的飞船 情报不知从哪儿泄露出去的 这些入侵者对奥迪乌姆和此地的技术也了如指掌 仿佛准备已久似的 他们瞬间占领了整个城市 看见刚才那群卫兵吗 那些家伙原本是守卫奥迪乌姆的机器人 如今却在攻击我们 因为入侵者给他们植入了入侵程序 那么研究者们留下的技术都怎么样了 难道已经落到了入侵者手里 不 被敌人占领的只是我们居住的村庄 研究者们使用的实验室仍然安全 有许多巡逻者去封锁了实验室的门 他们估计正在那里设法收复村庄 而入侵者们为了得到开门的线索 正在审问留在村里的巡逻者 如果被人发现我溜出来 我也小命难保 原本我是为了开发修复卫兵的杀毒程序偷跑出来的 没想到会得到你们的帮助 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有人在打架卫兵 不是他们自己起冲突吗 那帮臭鲜汪 什么巡逻者卫兵 搞出这一堆破烂 喂 那个达尔默派来的客人 什么收到 听说他知道去实验室的方法 把他一个交过来不就行了 白白浪费时间跟村里这些人周旋 你别着急 妹妹 还记得父亲的话吗 他好像说过 达尔默尔是重要客户 尽量不要与他发生冲突 你该不会理解成 只要当心达尔默尔就行了吧 我不在乎你要不要把村里的巡逻者全部处理掉 但如果你肆意乱来 那可不好办 无法控制的东西是最没意义的 父亲肯定也这么想 我是为你担心 无法控制的东西是最没意义的 父亲肯定也这么想 我是为你担心 你试试跟父亲交说跟 看我不把你的存储芯片扔海底去 不管我说不说 他可能都听见了 不管我说不说 他可能都听见了 那些家伙 难道他们已经查到打开实验室门的方法了 他们要把村里的巡逻者全部处理掉 他们提到达尔默尔的客人对吧 那客人莫非是 我已经把那殷勤不定的妹妹打发走了 现在可以现身了吧 许久不见 至少该打个招呼 你好啊 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还以为你会晚点到 看来是 看来是 有人帮忙哦 是谁呢 我其实心里有数 反正问了你也不会说吧 对 没错 他叫拉夏安格洛 你是第一次见到他吧 你应该也看到了 他既不听话 做事也很单纯 我身为姐姐 可是操碎了心 虽说我弟弟一样不听话 但至少那孩子还有可爱的一面 以前常取笑他长得丑 可是一想再也见不到了 还有点惋惜呢 总之 你最好别碰上拉夏 那丫头没法沟通 哎呀 你旁边那个 他是那帮鲜翁制作的人偶吗 在沙漠里的时候也是 你依旧喜欢多管闲事 这很像你的作风 但你是不是 该改改这轻易相信人的习惯呢 这很像你的作风 但你是不是 该改改这轻易相信人的习惯呢 虽然托你的福 我还挺开心的 虽然托你的福 我还挺开心的 不管在下水道 还是在沙漠里 你总是这么老好人 像你的作风 想当初 你被称为华生 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管在下水道 还是在沙漠里 你总是这么老好人 像你的作风 啊 想当初 你被称为华生 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 你是不是 该改改这轻易相信人的习惯呢 不过 你是不是 该 改改这轻易相信人的习惯呢 我还要去忙父亲交给我的任务 眼下 就放你一马 就算你进了村庄 也无法改变 任何事 就算你进了村庄 也无法改变 任何事 祝你好运 联盟的勇士 祝你好运 联盟的勇士 要想路上不被发现 是不可能的吧 他们挤得这么密密麻麻的 哎 只能用冲过去了 哎呀 那是什么 该不是在现场生产机器人吧 现在这情况 该怎么做 搅乱作战嘛 这主意不错 不枉我一番教导 你已经成长为出色的战斗人员 扰乱作战嘛 好啊 如今你真的已经成为超越我的骑士了 我作为老师 为你感到骄傲 搅乱作战嘛 这主意不错 交给我吧 行 好的 我也是侍奉女皇陛下的骑士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我们先过去了 你千万多加小心 因为我那些倒霉的兄弟姐妹 次次都栽在你手里 我还想 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谁知 你长得这么呆头呆脑的 想想也是 我那哥哥姐姐都竟是一堆草包 哈哈哈哈 我不像尼奇 我是百分百的智能机器人 如果是我 肯定能控制监视者 哪怕万一失败 也不会做出放跑你这种蠢事 你早该死在那里才对 那样 就永远不会与我父亲碰面 先说好 我这是正当防卫 你过来是想进入实验室吧 父亲吩咐我把守黄金屋顶下方的门 然后为了阻拦 一不小心把人弄成残废 也很正常吧 放心 我还没打算杀你 到底凭什么 你连神枪都没有 不过是个不完整的对抗者 到底凭什么 你连神枪都没有 不过是个不完整的对抗者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那么特别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那么特别 姐姐 哥哥 还有父亲也是 他们究竟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 姐姐 哥哥 还有父亲也是 他们究竟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 你还好吧 啊 终究给你撞上那坏脾气的家伙了 这也没办法 好在 你还是来到门前了 过来 另外两个人也是 快 现在可以开门 过来 另外两个人也是 快 现在可以开门 你是容器 在奥迪乌母 可以畅通无阻 等你见到门后的巡逻者们 务必转达我们的消息 知道吗 村庄很危险 之前我一直躲在你背后 我也希望 能帮你做点事 实验室的门 该死 不开 实验室的门 该死 不开 唉 我都劝你最好别碰手拉下 嗯 不管怎样 目前为止还是很顺利的 父亲 啊哈 虽然知道你的心情 可再怎么说 也不能冤枉人呢 那孩子没问题 我保证 好歹 我也是那家伙的师父 再说了 他有其他人的嘱托 之前在城市里 我见过他一面 再说了 也有人托我帮忙 你我是初次见面吧 没想到会如此相见 很高兴认识你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是个路过的道士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是个路过的道士 只是有人托我帮帮你 四月的记录 世界的意志创造了我们 为了整顿混乱的众神 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秩序 所以我们将人格主体 与神枪结合 以此来对抗神 即利用通过奥迪乌姆觉醒的 众神对抗者 并不是所有容器 都来自奥迪乌姆之外 在我们这些研究者中间 也夹杂着足以成为 对抗者的容器 研究者 凯琳 正是如此 研究者 凯琳正是如此 事实上 凯琳不是一个出色的容器 这不同于 她作为研究者的成果 任何人都无法保证 她能否与神枪结合 能否经得住 实验室里进行的残酷实验 真的没关系吗 不用我多说 你也知道这实验很危险 因为实验的后遗症 搞不好一辈子 要在痛苦中度过 也有可能丧命 更令我担忧的是 这实验会让你失去自我 不论是你曾经珍惜的人 还是那些造就了你的回忆 可能什么都无法保存下来 是的 我们的实验里存在漏洞 在奥迪乌母诞生的对抗者们 失去了自我 在奥迪乌母诞生的对抗者们 失去了自我 在反复的实验当中 那些容器 渐渐忘却了 使他们具备人性的东西 在反复的实验当中 那些容器 渐渐忘却了 使他们具备人性的东西 在反复的实验当中 那些容器 渐渐忘却了 使他们具备人性的东西 个性 价值观 甚至丧失自我的 他们心理指上下 成为对抗者 是要完成使命的执念 没错 卡林作为容器 或许不够完美 但是 我想让这个世界 变得和平的心愿 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我们的实验 会给世界带来和平 所以 我没关系 尽管卡林很清楚这一切 她还是说了没关系 以她的为人 似乎真的不会有事 六月的记录 卡林 你在干什么 哦 不是 这什么呀 为什么做了四个 可爱呗 你看这个 捧一下还会动哦 这些是我要送到 下街区的机器人 让他们去给我抓怪物 抓怪物 就凭这些小不点 抓怪物 就凭这些小不点 什么小不点 虽然现在比较小 但他们很快会长得非常庞大 当然 一开始可能只会 汇集一些不起眼的怪物 比如喜鹊怪物 或者老鼠怪物 但是 那些怪物如果聚集到数百只 会怎么样呢 等等 就当是这样 你召集那么多怪物想干什么 等等 就当是这样 你召集那么多怪物想干什么 从现在开始 我要进行一种新的实验 眼下这里既有容器 神枪也背好了 唯一缺少的 就是填满容器的力量 你就不好奇吗 无数怪物的力量聚集起来 填满容器的话 会创造出多么强大的对抗者 我不该因为那是个新的尝试 而大惊小怪 也不该好奇 这个实验会如何收尾 说句辩解的话 当时谁也没能料到 大家眼里一向百折不挠的卡林 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吞噬了怪物的机器 将带着自我意识 滥用强大的力量 扰乱世界 混沌 穷奇 逃物 还有饕餐 你制造的那些机器人 被称为四兄 你制造的机器人 又成为新的怪物 令射灵涂炭 承认吧 你的实验完全失败了 现在罢手吧 承认吧 你的实验完全失败了 现在罢手吧 别说笑了 什么失败 谁敢胡说 四兄 你说他们在扰乱格兰蒂斯 那又怎样 反正 那个地方 隔三差五的就要爆发战争 你才应该直面现实 就算没有我的机器人 那地方的情况也一样 既然都是些得过且过的蝼蚁 别拿他们当借口 你 你 现在真的没差多少了 再给我点时间 只要再等等 我就能将所有怪物的力量融合起来 完成我的研究 说我失败了 看到时候你们还会不会这么说 尽管凯琳满口豪言壮语 可是她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凯琳等待的那一刻到来之前 世间剩下的最后一个神 已在世界尽头陷入了沉睡 随着神的时代落幕 连原先对凯琳争一只 闭一只眼的研究者们 随着神的时代落幕 连原先对凯琳争一只 闭一只眼的研究者们 不行 我的力量 我的实验 凯琳被封印了 她被封印在连我们也无法到达的地方 以无法用文字记录的方式 她被封印在连我们也无法到达的地方 以无法用文字记录的方式 留在世间的四兄 也被一一清除了 留在世间的四兄 也被一一清除了 完成这些事的人 正是实验室里最后留下的容器之一 研究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在世间 还留下了一项罪过 我还说你去哪儿了 听说你读了研究者们留下的记录 看你的表情 内容很令人不快吧 岂止知道 我也曾经在这里待过 说来惭愧 你以为我怎么能进到这里面来 虽然不是个成功的容器 也差不多 虽然不是个成功的容器 也差不多 啊 连这都写了呀 啊 连这都写了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今卡林仗着达尔默尔再度归来 四兄也苏醒了 眼下卡林已经得到两只凶兽 哼 这不是个好消息 但不管他再怎么费心 四兄也不会如他期望的一样 全部集聚一出的 另外那俩凶兽 一只被先翁们亲自除掉了 另一只整天黏着我徒弟 哼 虽然早知道 我徒弟性格太过平易近人 没想到连凶兽都被他征服 哦 对了 你携带的那只灵档 不知你是否察觉 那是在这里制造的东西 是研究者们为了抵抗污染 而发明出来的 哼 当初造出铃铛的时候 他们也没想过 这东西有一天真会遥想 你上哪儿瞎逛去了 还是怎么待不住 跟我装什么 你脸上都写着呢 嗯 内容很令人不快吧 嗯 差不多吧 但还是跟你不一样 毕竟我不是那么成功的容器 你可是神出鬼没的道士 连黑魔法师都打败了 我岂敢跟你动手 但不管卡林再怎么费心 所有四兄也不可能齐聚一出 其中一只已经被仙翁们亲自除掉了 另一只成了你的根屁虫 那么我们见到的村庄究竟是什么 公司曾试图侵入卡尔洛斯的系统 尽管没能完全黑掉卡尔洛斯 但暂时成功地操纵了他 对于力量不如卡尔洛斯的巡逻者们 或许以公司拥有的技术 可以完全掌控他们 照你这么说 难道从我们踏进村庄的那一刻起 对 整个村庄已经完全在公司的掌握之中 哎呀 我是不介意你们靠近的 来迟了呢 真可惜 咱们是第一次见面吧 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 不对 以前你攻进了卡尔的实验室吧 趁主人不在就擅自破坏实验体 这很不礼貌哦 罢了 反正那里全是些失败作品 哎呀 哎呀呀 你带着那讨厌的铃铛啊 那邻村的英雄 不对 现在该叫你对抗者吧 哼哼 看来你现在不随身带着那头没教养的狼了 啊哈 瞧瞧这是谁 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你这没礼貌的解决师 你仍然把套贴带在身边吧 嘿嘿 别担心 卡林 卡林已经不再需要套贴了 但还是托你的福 我才能顺利进入到这里 谢啦 啊 对了 既然你帮了卡林的忙 我也要有点表示 我给你个机会看看 此处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找找 仙翁们丢掉的废弃物应该 还留在这里 你别跟过来是 跟这些家伙玩吧 实验室里有怪物 小心 小心 那么现在 去找回 卡林被夺走的力量吧 不管是设计的逼人耳目的场所 还是巧妙地隐藏在众所周知的故事里的秘密 甚至连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的情报网 都漏掉了关于最后一只凶兽 混沌的消息 虽然早料到仙翁们使了手段 竟敢 拿我的怪物给奥迪乌姆供应能量 套剃如今只会成为阻碍 因为它被其他家伙赶化了 套剃的那份力量 我可以另外补充 有达尔默尔帮忙轻而易举 套剃如今只会成为阻碍 因为它被其他容器赶化了 套剃的那份力量 我可以另外补充 有达尔默尔帮忙 轻而易举 但是混沌不一样 混沌不行 我不能错失拥有最强力量的凶兽 等等 这是 那帮该死的臭仙翁 竟强行把混沌和神枪结合到一起了 真是疯了 他们明知道给没有准备的生命体注入神枪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我还纳闷你这么急 是要去哪里呢 实验室里竟藏着这样的空间 之前你夺取阶梯的控制权已经令我惊讶 现在又找到了这个 不愧是达尔默尔的客人 但不管怎么说 也该遵守商业道德吧 进来之前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 只要找到与对抗者的力量相关的东西 都要交给我们 可你 却想独吞着东西 说什么呢 周围合作的报酬 先前说好关于四兄的东西归我 啊对啊 那这下怎么办 如今看来 我们在实验室里寻找的东西 好像 就是这家伙 你干什么 我全听到了 他是拥有神枪的 支撑奥迪乌母的能量员 要是我父亲听到这话 芭城会叫我先把他拿去 放肆的小鬼 竟敢打破与达尔默尔的使徒许下的约定 你活腻了吗 吹吊者家族 连基本的信义都没有吗 你说谁小鬼 你自己在那叙叙叨叨的 还怪别人 现在 是谁不守信义 你传话的时候 怎么偏偏漏掉了 四兄 是在对抗者实验中诞生的事实 家族 是啊 如果姐姐在这里 她肯定会劝阻我 又唠叨说达尔默尔的客人 怎么怎么的 小心 小心 什么情况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他们不是合作关系吗 等 等一下 你看那边 哎呀 这是混沌 最后剩下的凶兽 你不是说 最后一只凶兽 被研究者们处理了吗 这也算是一种处理方式吧 看来道长也没料到这个 先王们都兼具强烈的使命感和道义感 把违背人伦的实验坚持下去的使命感 还有在镇压古代神之后 无法逃避自己的罪过的道义感 看样子 四兄超出了他们的负罪感 拥有自我的生灵 说我吗 拥有自我的生灵 说我吗 哼 这是我被关在这里以来 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这是我被关在这里以来 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对 正是老子 行 这下能安静地说话了 啊 你不用在意那两个笨蛋 比起这个 我想跟你谈谈 我一直在等你过来 对 尽管因为阶梯的阻隔 让我的力量无法触及村庄 但自从你踏进黄金屋顶下方 就始终处在我的影响范围内 容器 甚至还是已经完成过一次的容器 别看我现在落魄 活了这么久 有什么没见过 我看看 跟在你旁边的那个又是什么 莫非 是四兄 居然紧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容器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话说 你为何仍仍好端端的 如果是完成的容器 眼下命运就应该 容我势力了 没事 你别乍乍乎乎乎的 这下有意思了 居然在保持自我的状态下 脱离了道路的对抗者 这可能吗 是啊 道长 你有想到什么吗 是啊 道长 你有想到什么吗 我想想 好像自从古代神的时代落幕后 混沌就被用来作为此地的 动力源了 这就意味着 留在奥迪乌母的知识 全部都被混沌同化了 是啊 尽管我一直在诅咒命运 眼下这一刻 遇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容器 说到底也是我的命运吧 喂 容器 你过来 我把那些家伙想要的东西给你 这是留在奥迪乌母的最后一把神枪 你不是在找这个吗 能够对抗神的力量 有什么好惊讶 空容器来到实验室 不就是为了一个理由吗 尽管在漫长岁月的磨损下 只剩下一丁点 但这可是真货 是咸翁们珍藏的物品 是啊 因为有这块石头 我反复被剥夺力量 却存活至今 把它交给你之后 我的生命兴许就走到尽头了 多年以来 我都在那玻璃馆里消磨岁月 你说我拥有自我对吧 是啊 正因此反而让我更加痛苦 然而如今卡林归来 连这点自我也面临威胁 我才明白 然而如今卡林归来 连这点自我也面临威胁 我才明白 我唯一剩下的 就只有你说的那份自我了 算了 与其束手无策地在昏迷中被吞噬 我宁愿让他们吃点苦头 没想到你会如此犹豫 你不是需要能拯救世界的力量吗 你最终是选择接受了 果然是不随大溜的容器 虽然说得很夸张 其实就是把严重磨损的神枪 若非这方面的专家 是没法修复的 这下我算尽力了 万一我余下的身体落到卡林手里 也不要紧 没有神枪的话 我这副神区 就是无庸之物 比起这个 我更好奇 先翁们看见那家伙 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哼 我要好好嘲笑 他们失魂落魄的样子 虽然很遗憾 无法亲眼见到那情景 这也够了 行了 那家伙的话 一定能完成我未尽的使命 带来混沌吧 这漫长的一生 最后还是很精彩的 混沌倒下了 怎么会 那些家伙 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难道 他们得到了神枪 他们是如何 哎呀 好像被发现了 好吧 事到如今 我也是时候给你些指引了 有些人可以诊断那把神枪 在仙界 仙界 也就是桃源仙境 那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出的地方 那里被法术隔绝 可普通的方法自然是进不去的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这幅画 进入仙界 准备好了吗 哎 你这么快就忘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仙界是一般人无法进出的进去 上次你利用了梦境 而现在我们要利用的 是这幅画 准备好了吗 站住 哟哗 你搞出这么大阵仗啊 拉下 哟哗 你搞出这么大阵仗啊 拉下 晕 我还期待你能在我把父亲接来之前老实点呢 晕 我还期待你能在我把父亲接来之前老实点呢 你不但放跑了联盟的勇士 还给客人添麻烦 我亲爱的妹妹总是不让姐姐失望呢 父 父亲 哦 拉下 父亲 啊 你就是那垂吊者的首领吗 之前见面的时候 你不是这模样 啊哈 听说你在公司爆炸的时候被卷进去了 原来是弄了副新的身体 你好 达尔默尔的使徒卡林 看样子是我女儿失利了 没想到再分心一会儿 她就给我闯祸 我也很偷疼 你女儿说那是为了你哦 所以说你是怎么打算 你们家族不怕与达尔默尔为敌吗 你误会了 尽管她是我女儿 可她攻击你的事不在我的掌控之内 不过 是啊 为了遵守对达尔默尔的信仪 这事 不能说两句就完了 父亲 请你相信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为了你 我知道 拉下 不想想是谁设计了你 我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哪个孩子比你更清楚 没必要辩解 你肯定是想 为我取来神枪和先王们的力量 真是孝心可嘉 父亲 所以 你不会像你哥哥一样 让我失望吧 你这话 莫非 当然了父亲 我一向听从您的意思 嗯 谢谢你 怎么样 这个处理使徒也满意吧 还有 虽说已游进灯窟 混沌毕竟是四兄 我想他一定会有点用处 我们不会再阻拦 你把混沌带走吧 他是你的了 算你们走运 这次就这么算了 下不为例 别抱有侥幸心理 我只会上一次当 需要的怪物全部找齐了 现在就差一样 神枪 只要有那个 好爱人 对了 塞尼亚 给智能机器人们下达指示 让他们把实验室里留下的所有技术 给我收集回来 好好翻查 鲜翁们留下的东西 总会有点什么收获 是 父亲 你让我看见这些 是表示我也和拉夏没两样吧 是的 父亲 也许至今为止都是这样 是的 父亲 也许至今为止都是这样 但是今后呢 但是 今后呢 嗯 我要去见见雷普斯 幸好 你清醒点吗 对 欢迎你 这里是先翁们自我囚禁的地方 桃园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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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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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